大家好,我是猫盾,今天我们来聊火毒队的核心武将,大虎孙鲁斑,以下简称大虎。 这次我们一样先来看羁绊技能,因为大小虎的羁绊真的太重要了。 首先,大虎在开场会给小虎施加两层猛毒,并且自身造成的中毒伤害会提升30%。 猛毒对小虎的作用,大家可以参考上一只小虎的视频,这里就不再说明。 大虎和小虎一样,有支援攻击型武将的被动。 当大小虎一起上阵时,几方全体攻击型武将,对处于中毒状态的敌方使用怒弓必定会暴击,且吸血率还会提升30%。 这是个非常强的加成,避暴击可以使攻击型武将的怒弓必定可以将伤害打满,而且也更容易激活助战白虎的技能。 攻击吸血其实一直都是攻击型武将的强项,很多攻击型武将的天赋里都带有吸血率加成。 避暴击加上吸血率的提升,让攻击型武将也可以利用怒弓来回血。 群攻武将的吸血的效果更好,对于一些攻击力强大的直伤型角色来说,这个吸血至少也可以抵消掉反弹伤害。 大虎的羁绊,还有一个能在每回合结束,按本回合消失的中毒数量来给敌方添加灼烧的能力,灼烧会持续二回合。 这是大虎唯一的一个毒与火联动的技能。 大虎的怒弓会攻击敌方造成伤害最高的武将,并添加两层不可驱散的猛毒,持续二回合。 这和灵统的怒弓模式一样,目标不会只固定所死在攻击最高的武将身上。 一旦攻击最高武将被炫晕后无法造成伤害,大虎的怒弓目标就会转换成另一个造成最多伤害的武将。 猛毒是中毒的加强版,大虎施加的中毒全都是猛毒。 猛毒造成的伤害会从6%最大生命,提升到了10%,并且还会有一个额外的效果。 身上有猛毒的目标在每次受到伤害扣血后都会有一个判定。 若此时目标的血量低于10%,就会顺势引爆一层中毒。 如果引爆的中毒是猛毒,伤害就足够直接把目标带走。 所以猛毒是具备一定的收割能力的。 一旦有处于中毒状态的武将被击退,大虎又会为其余敌方都施加一层猛毒,形成中毒联动的效果。 大虎有三个支援铜牌男性武将的被动,没错,这家伙只会支援男的。 第一个铜牌效果是,若铜牌男性武将使用普攻或技能时,附加了灼烧,自身会对受击者追击一次,并附加一层猛毒,技能对每个目标每回合最多只触发三次。 大虎支援的是普攻和技能,但印象中并没有可以普攻释放灼烧的角色,唯一的办法就是为武将装备弱点突袭。 弱点突袭的判定是任何攻击都可以触发的,包括了将围的普攻、跃进的追击和吕布反击等技能,是判定范围最广的战魂,可以完美对应大虎的技能。 因此,弱点突袭是玩火毒必备的战魂,一般都会预备两套,一套给假许,另一套则给复输出点火使用。 这是大虎第一个火与毒联动的技能。 大虎的第二个火与毒联动的技能是,每当有武将施加灼烧时,大虎会引爆一层中毒。 若被引爆的是猛毒,又可以和大虎的三火被动产生联动。 大虎的三火被动,会在敌方的猛毒状态消失或被引爆时,为我方全体武将恢复5%最大生命值血量。 同时,会为被引爆猛毒的敌方,添加一层不可抵抗的失效。 失效会使目标下次受到的治疗效果和增益效果无效,最多只能叠加一层。 这和主战腾蛇的肯视是同类型的技能,差别只在于大虎是必定使下一次获得的治疗和增益失效。 而腾蛇的肯视只是降低治疗效果和概率使增益无效。 腾蛇的技能范围比大虎小,但却胜在效果可以维持二回合,并且没有触发次数限制,而且针对性强更加实用。 两者互相配合,大虎的技能可以照顾到腾蛇触及不到的地方,加强减疗和控制增益的效果。 另外,腾蛇攻击血量最低的特性,也有利于触发猛毒的收割效果。 所以,有能力的火毒玩家可以主战上腾蛇,而没有高薪腾蛇的平民,选择依旧只有腐猪。 大虎的第二个铜牌效果是,若铜牌男性武将使用普攻或怒攻时附加了中毒,自身和该男性武将会恢复300点怒气和20%自身最大生命值的血量。 同样是每个目标每回合最多触发三次。 但这次只有普攻和怒攻可以触发效果,其他追击和反击类技能都无法触发。 能完美对应这项被动的就只有甲蛇一人。 甲蛇是攻击型武将,可以吃到大小虎的回怒加成,和小虎的必爆击与吸血效果。 甲蛇本来就拥有中毒消失后,回血和回怒300点的被动。 在配合大虎的附加中毒后可以回怒又回血的能力,不但回怒的速度会非常快,同时也让甲蛇有一定的能力占前排。 怒攻必爆击的效果,也让甲蛇可以轻松激活助战白虎的技能。 甲蛇在三虎的加持下,可以轻易地打出怒攻连击。 一旦成功叠加三层中毒,就可以炫运目标二回合。 毒队并没有加强坦度的技能,所以身板非常薄弱。 控制是他们唯一能用来压制对手,并保障自己生存的手段。 大虎的第三个铜牌技能是使铜牌男性武将的异常命中提升40%, 这项技能可以用来提升弱点突袭上灼烧的概率。 大虎自身也会获得高达80%的异常命中提升,上毒的概率非常稳定。 大虎的站位也非常简单明了,因着被动可以支援铜牌的关系, 大虎基本会和一个放毒的,和一个放火的绑在一起, 组成一个三攻前排,以实现火毒联动的目的。 选择前排的原因,是为了能更快地发动蝶毒眩晕,掌握主动权。 大虎的五火技能,会在每次有敌方武将受到超过自身最大生命值6%的异常状态伤害时, 驱散一层增益,并使其降低15%造成的伤害结果,和25%异常状态抗性, 同时还会使目标受到异常状态伤害增加10%。 效果在大虎死亡后也不会被驱散,会一直持续到战斗结束。 五火是非常关键的技能,会影响上毒的概率、伤害,和队伍的生存能力。 6%的异常状态伤害并不难触发,只要一个中毒或猛毒就可以。 当效果首次叠加到三层时,会眩晕目标二回合。 这个叠加效果和假许的中毒是一样的,这是队伍里的第二个控制手段。 五火技能在火毒内战里,更显得重要。 谁先出手叠满中毒,先控住对方谁就会有优势。 大虎最低三火就能玩,但要强还是要抽到五火。 战魂战灵可以带破斧舞曲或连携舞曲先保证生存, 不然大虎挂了火毒就轮转不起来了。 最后来回答一下玩家的提问,为什么火毒会比较好打女团。 第一是,假许的中毒本身有降怒效果,可以抵消掉女团的回怒速度提升。 第二是,大虎的失效,可以抵挡增益和治疗。 有机会使女团的治疗、圣机和回血一出护盾失效, 治疗一旦失效,就不会有后面的回怒。 第三火毒启动比女团更快,假许普攻能上两层毒, 加上一个怒攻就可以眩晕对面。 如果被眩晕的是亡元机,或是一些能回血的关键角色, 胜率就会大大增加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